同情心有时是一种致命的能力 可以感受如何在别人生活的感觉 这是一种知识 在你最终也获得和平与快乐之前 我永远不会真正拥有任何和平与快乐 弗雷德里克布希纳 生活在一个对他人的苦难视而不见的富裕社会太容易了 当我们终于在仁慈的芬芳香味中醒来时 我们的眼睛可以睁开 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很多事情还需要做的世界 在善良的另一边 是以明确定义的工作 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